而29号呢 这一场的咨询座谈会最后一场是在狱里举行 也有不少畜牧业者前来抗议要争取他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在狱里的中正堂外 来自各地的畜牧场的代表高举步调高深争取生存权以及工作权 先前五封公司设厂遭到强烈反对 引发设置前没先让居民知情 以及离民宅太近等等争议 县政府决定立法管理推动相关的自治条例 但是地方的畜牧业不满 忧心会做不下去 现在都卡在这个地方自治法这边 我们的诉求很简单 给我们生活 给我们稳定的生活 稳定的工作权 对环保部分 我们现在的场地一直在更新 像臭味的更新 喷雾更新 还是饲料添加酵素的更新 都一直在提升我们的饲养的方式 订定自治条例之前 为了收集各地方的意见 县政府委托东华大学举办咨询座谈会 最后一场就在玉礼镇举行 统整大家的意见声音之后 再与地方的各方专家来做讨论 希望收集各方的意见 不管团保团体 或是属业者 就是一般政治人或是一般民众 只要我们接这地点 除了意见经过这三场的收集之后 那我们就会整合 评估完 写成一个意见的计划的计划 东华团队将聆听各方意见之后 最后也拟出一份汇聚地方政府 民众 企业等等 不同利害关系人需求的建议书 送交县政府作为完成法治程序的参考 期望创制出最适合的花莲县序幕发展法案 协助县政府的国土规划愿景落实在各项的产业 迈向地方的永续发展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